我买的第二个大件就是车 第三个大件就是我父母的那个熟食店 是我拿了七万仔镇上租的店 我今年又用夏天城的钱 给父母在新地友买了一个房 我觉得呢 钱就得花在倒叶上 我这个人呢 生活习惯还特别好 从来不好夜 晚上到十点就睡觉 也从来不点外卖 喜欢吃什么呢 就自己动手做 包饺子啊 包滚饺我都会 每年呢 我还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就是给自己做定期的体检 我觉得最好的投资呢 就是健康 每年我也会给爸爸妈妈妹妹 买一份保险 如果我另一半 我会第一时间给她买一份保险 好了 各位游客 关于我的旅程即将结束 你对我的表现是否满意呢 你又是否愿意和我开启 一段新的旅程呢 5号 真好吃 你好 小伙 你好 新丽的啊 对 咱俩存老乡啊 对 你家 我出生就是在新丽出生的 我也是 那咱俩太像了 你知道我是做啥职业的吗 知道 真好吃吗 做麻辣烫的 那你知道是哪个美食城吗 我知道 黑水路附近吗 对对对 那个是长客龙地下美食城 有两个店面 离我家特别近 我家在东大桥 特别近 那确实挺近的 很近 那你不点外卖 你吃麻辣烫吗 我吃 我就吃我家楼下张亮麻辣烫 还行 那你有时间可以尝尝一下我家的 我家比那个张亮还好吃 行 免费不得 免费 那行 免费有多带两个人啊 朋友特别多 好的好的好的 你是带着这些朋友 站在家便宜去了 还是给他们家增加收入去 增加GDP收入啊 哦 我免费 我免费收钱啊 哦 真好吃 觉得分岛咋样啊 嗯 小虎今年多大 二十七 你属猴的吗 对 嗯 这一点的话就是我妈妈 我上节目特意告诉我说 就是 嗯 一是不找属猴的 二是不找属蛇的 哈哈哈哈 我这一点有点出入啊 但是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父母的这老一辈思想 早就已经过时了 你现在得相信科学 相信时代的几部分发展 但是我很听我妈妈的话 如果这个属相能算出 这个能不能结婚 幸不幸福的话 那全程练着工作就好做了 对 太难成这样吗 是不是 对 就我们就直接掐了 什么鸡猴不到头 什么猪猴 怎么办我们的 把这些都一分 然后啪啪一搭 就直接过日子去了 多合适啊 对吧 多简单啊 来这边12号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善美琪 今年23岁 来自长春渔树 我的爱情宣言是 产科护士有点忙 天天不想吃狗粮 找个能说灰道的小伙 回家撒个 发起疼 发起疼 你觉得小伙咋样啊 我俩也是老乡 我家也是渔树的 然后他不是那个 我喜欢那种就是说话 就是能说会道的那种的 然后他不是做导游的吗 对 就是以后什么旅游啥的 可以去找你啥的吗 对 要是我的另一半 带你游山玩水吗 就每年我都会有定区旅游 因为工作呢 每年工作就去一个地方 从事这个行业六年了 每年都去长白山 东三省是我的主要 这个就叫书业有专攻 所以说有的人 全国海南云南呢 但是一样 这个他们到东北 讲长白山也讲不了 我去他那边也讲不了 这就说书业有专攻 所以说在工作闲暇之余呢 也会出去看看 祖国的大口河山 增加一下自己的阅历嘛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挺好啊 一号 楚南湖 就是欢岛 你好 我看视频说 你有妹妹是吧 对 你把妹妹叫我得非常好 是吧 是个好哥哥给你点赞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是把妹妹当妹妹照顾 还是把她当自己女儿照顾 我就当妹妹 没有当女儿那一方 因为父母呢 年纪也大了 另外一个呢 还有父母都是小学文凭 最终有什么事呢 本身就是 她现在到了青春期和叛递期 跟父母都有敌处 我觉得有一些话 我说比父母说会好一些 因为我能从这个时候过来 更多懂得她 从小的时候 是完全出一个长辈哥哥 来去照顾她 是这样的 那我问一个直接点的问题 行 如果你结婚了 然后呢 你妹妹还没有完全的独立生活 那么你是否会和你的妻子 一起拿钱 来供养她这种生活 这个之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在我父母 这个力所能及 腿脚可以动工作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方面是不用我来致富的 但是说父母 这个人吃五五杂粮 都有生病或者干不动的那一天 那我也不可能瞅着我妹妹说 上不起学了 交不起学费了 这个无论是从我这角度 还是从我另外一个角度 都是不可能的 那另外另一半角度说 那不行啊 咱们钱得攒着呀 不能给她还 那我觉得她对我的家人都不好 她对我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我有独立的经纪 去支付她 很好 很有责任感的 谢谢